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这是功夫杯八进四的第二场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金叶战队的Q而要对阵来自台湾闪电狼战队的Party 我们首先看一下出一点位 红色的这位人组选手就是Q Q是存在了右下角的四点钟的位置 而左上角的神族选手就是Party 是出生在了十点钟的位置 这场比赛地图是回升 跟上一场的比赛是一样的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 Q在面对这样顶级的神族选手的时候 他是怎么来应对的 对其实我们说的应其实是一个有点像什么选手呢 应有点像江湖上面的那种武林高手 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自己的摸索 或者说是前辈传下来的这种格斗技巧 他成为了江湖上的一代高手 那打打普通人呢不错 而且硬的天赋也很高 他的格斗技巧很好 但是他今天面对的这些韩国选手是什么呢 这些韩国选手是职业的格斗 格斗练习的这些选手 他们是特种兵 我告诉你 韩国这些选手就是特种兵 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机械的 最科学的这种训练 训练出来的这种选手 你肯定有瑕疵的 你这种江湖的高手 你无论怎么练 你妈的又不是写小说 你不可能每个人上来就有降龙十八掌 对不对吗 你面对特种兵的时候 特种兵那种野战部队里面 全部练的是杀人技巧 你江湖这些人 血都没见过的怎么玩 他们我只能说 韩其实如果能够 这也不一定 就是说如果他能够 好好的在线下的一个 某个俱乐部 好好练一练 他可能会强很多 对就是改掉他的 很多不好的一些习惯 我们说的 就比如说 比如他爱扎针乱扎针 或者他的节奏 其实韩是一个强提节奏的选手 你发现没有 就他其实经常把自己的节奏 都提得很乱 然后自己也控制不住 经常乱扎针乱死兵 但是他的运营很强 他这种选手呢 如果他能够有一个职业的选手 或者教练 教他在什么时间点 该收这一拳 该放这一拳 把力打出来 那可能就会强很多 这边我们看看比赛吧 这个农民很尴尬 克尔这个农民很尴尬 他没有发现对手是一个 飞机场 VC 霜气 霜气 没有看到霜气 帕尼被封了这个之后 直接要转那个 直接要转VC 闪烁压制一步了 他这个VC可能就比 正常的先下基地 那个VC要快那么一点 对 Q2这班选择的是 先上来封你的 这个二基地 然后直接自己 霜开之后 直接补三兵 我们现在就看Party 这个三框什么时候 二框什么时候开啊 开肯定会开 首先还是需要压制一步 他应该是三兵 先闪一波再说 你看其实Party 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下 他就直接 就把整个战术都应变过来 这其实就是 韩国直接的选择应变 被封了一个B之后 他知道基地肯定慢了 那我干脆先 先闪烁压一波 这种 我告诉你 这是被封这种局面 韩国选手 Party这种选手 至少打了一千盘的 有什么 有什么吧 对他来说 都是正常开局 对的对的 我都知道怎么应变的呀 我怎么应变 我不会亏对吧 你看 Q其实很明白 他其实在前期 什么都没看到的情况下 他已经开始防那个 防Blink了 对 这就是两个选手 其实都是心知肚明 对方的一个应变 反应变 怎么走 这波机枪 Party可能也没想到 没想到 哎呀 这个减速很极限 因为这个不减速的话 一旦失去视野 Party前期的压制 就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但问题是 你这个减速一减完之后 感觉第一波压制 就没那么强力 这个农民反真逃 你看 第二个农民细节 相当好 绕过来 二基地也看到了 然后绕进来 知道你不会是极限的 一个前压 那这样的话压力会小一点 但是还是有压力 正面八点五个 压力肯定有 压力肯定有 正面直接强托农民 两边都有防守 对 因为QR其实 他是不知道你是 到底是VS还是VC的科技 所以说他其实也防了 你VC一手的 其实你看一下QR整个 整个的这盘的 他的一个应变 其实就能发现 其实他的应变 比应应应该要好很多 就至少 至少他一点都不慌 他就在这边 他不会过去 他就在这边 你如果跳上来 我再过去 你Blink是要有个 CD时间的 他的所有的应对 都是算过 好你跳上来 我已经有三个光头了 没事 再跳下去吧 激凉号 激凉号 帕丁这个追裂 真是好 对 这场比赛就两个人 上来 互相试探了一下 对方 马上农民已经到位了 天哪 他知道你要跳呀 帕丁这边 QR这些农民损失 都是在计算当中的 对 这就是硬变能力 而且你看 他有一个枪兵 在这边开视野 对吧 你往上跳 我就看着 帕丁又从下面抹了过来 又来偷农民 帕丁这边继续偷农民 你来偷 继续偷 这个农民是没有办法 肯定是要被偷的 这是QR觉得能够接受的 其实一来一回 QR的农民 其实也没有 少多少 其实我觉得有矿楼的情况下 这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只要不被打穿 我这个前期 我之前站的这点优势 还可以慢慢的抹回来 帕丁现在没什么太多机会跳了 这你往上跳 帕丁 他有把减速 难过敢往上跳 这个减速他已经算过了 对 这个有点极限 有点极限 这把减速绝对极限 又杀了六个农民 因为刚才他是知道你的兵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也算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一般的我觉得 像中国的神主选手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操作来 如果换一个弱一点的人组 我估计这两跳已经跳得 一跳死 已经跳得妈都不认识了 这肯定已经跳死 好再三点农民 哎呀这个压力一直在保持 不停的给QR压力 家里面运营好像也完全没落下 虽然说被这样的一个 被这样打 但是QR整个运营节奏没有乱 你发现没有 怎么打就怎么打 两个人的抗压能力都非常强啊 好你再来 又点一个农民 对 帕听这场比赛已经杀了 22个农民了 只死了三个坠里 这个压制能力太强了 帕听的操作的确 略胜QR一潮啊 不过也只是 在这样的一个兵种来说的话 的确帕听的操作能够发挥出来 它更有操作空间 好继续的压 这就没什么机会了 哎呦漂亮 好了准备要出门呢 我估计光头的数量已经够了 但他现在主要是还没有确认 帕听的一个打法啊 所以说先手一手 等运输机出来再说 他也不急就出门 一把雷达先确认好了 看到你的这个巨像了 时间点卡得非常的好 位置撒得也很好 直接就出门了 看到巨像就出门 因为知道你不可能打一波了 好两个运输机出来 这一波其实就是QR的一个强势器了 对 帕听现在要尽量的拖 尽量的用追猎来拖一拖 这已经有点拖不住了 上面的高台还能再拖一次 有 对 高台拖一次 然后大包台拖一次 应该能拖出两个巨像 还有一把 还有几把立场 但三GD可能就不保了 QR这个压制点 就压三GD的 我觉得不一定要 帕听这种猛男 可能要给你抢来 他要抢手三GD 他这个比赛 一看他就要抢手三GD的 他有自信啊 一把立场 两把立场 三把立场 哎呀 这立场哥的 马上拖着拖着巨像出来了 他现在巨像不出来 主要还是想 有点怕 万一没守住怎么办 你首先是一个没有射程 他肯定还是要等到射程 有了才说 对 而且你看帕听 这个视野控制的非常好 他两个OB啊 停的位置是相当关键 第一次看到你的阻力 然后我们看他的房子 到处都开着 毫无死角 QR这边也是继续的 保持一个压力 现在要打进去的话 QR没什么太多机会啊 对 我们看QR怎么处理 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啊 他只能打多线 多线空头来撕开这个口子 但是 我觉得这个多线空头 要撕开趴进这个口子 还真有点困难 对 其实这一盘比赛 你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你就可以对比上一场比赛 QR的这种多线 不是那种提节奏的多线 他是那种 左勾拳右勾拳 怕你这个偷运输机 偷得有点夸张啊 运输机偷的 这个运输机偷得有点夸张啊 绝对没有想到 其实他是想逼那个QR装 然后一装 我直接三个队列上来 把你两个运输机点 但这两个运输机偷了之后 QR其实在空头这块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压力的 对 怕你的兵越来越多了 你这波兵 如果你还要投出去的话 你根本就可能收不回来了 一波没打 直接往前跳追击 轻点心哦 拉开一点阵型 可能要被蟒穿了感觉 帕婷好像是要打一波了 三巨像的一波 第三个巨像走过来的话 他应该两巨像就打了 两巨像肯定要打了 但是现在他也要调位置 QR也要调位置 帕婷挤上来 这里挤上来 哎呀被挤上来了 QR没注意 帕婷也很虚 他怕对方拖农民 看这个一飞就感觉要拖农民了 这波怎么可能不拖农民 这几把立场发的非常好 位置卡的相当好 帕婷也看到对方有拖农民的觉悟啊 所以也不敢轻易的冒紧 又补了一波坠冽 但我觉得这波后面 后面的第三个巨像过来 可能就要被蟒穿了 对要打了 帕婷这波肯定要打了 这是肯定要打了 对 这边直接拉 又是立场 立场太好了 这立场真的是好 好了好了好了 这几把立场直接卡死了 这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对直接跳脸 直接跳脸 1比0 科尔其实在前期的防守 其实防守功力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 在中期的那几波交换下来 我感觉parting的侵略性 包括不管侵略性还是操作 感觉更好一点 各种都在便宜 对 就是通过小的一个操作 不停地压压压压压压 然后压着压着压回来了 第二盘是 你做了 你做主题了 parting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离开了韩国联赛 还保持在最顶级实力的选手 这也是也蛮奇怪的 这个跟他风格有关系 其实parting说实话 他在 他在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战术准备方面 就是很多的战术 上面已经不是那种 特别前卫的战术了 但是呢 有一点 他的操作太好了 他很多时候你看 你发现没有 他就硬持操作的 对 就是因为操作太好了 所以说 他的实力下降不会太快 对 他可以用操作来打 他的很多打法 你看他的PVZ PVT 都是建立在操作技术上的 对 所以他的下降 下降幅度 没有那种 就是靠战术的那么快 这个我觉得是要讲天赋的 这种操作 真的讲天赋 天赋是要有的 天赋肯定要有的 好 我们来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来到了 炼狱之池 炼狱之池这个地图 怎么说呢 对PARTY来说 还是挺有利的 当然也要看出身点位 这个点位 我觉得 对PARTY来说蛮有利的 PARTY是那种 从上进攻的 他前期要搞你的 在这样的一个竞点上 对他的整个压制 很有帮助的 原点其实对Q人来说 其实就可以松一口气 松完一口气之后 但我还 就算原点 PARTY还是要压 也是一样的 你实力没有 就实力感觉打不过PARTY 你不管在竞点还原点 其实PARTY是蛮全面的选手 对 PARTY的PVT 在今年的胜率 基本上保持在80%多 没怎么输过 就是说他的PVT 到现在为止 没怎么输过 他其实就输PVP和PVZ PVZ还好 其实 PVZ 反正就是他PVT 没怎么输过 今天输的 我看了一下 PVZ嘛 对 他被那个 比奥是针对惨的 比奥有点强 比奥最近 马如已经6比0还是7比0了 马如已经被打成信毒了 不过你发现没有 就韩国选手 他总能够在 比如说在 Live低潮期 或者是 在Dark低潮期 总能够冒出一个 能够拯救 拯救整个虫组的人 或者是 在神术低潮期的时候 总能冒出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 其实Live我就不说了 他跟Gym的这几场比赛 本身两个人实力差不多 你说Dark低潮期 Dark是最近没有机会 碰到T好不好 也是 他好久没跟T打过了 你要来个T说不定 他还告诉你 我还是很猛 Dark只是他的ZVP 实在是有点弱 我现在看过了 四个 韩国四大ZVP天王 Live勉强算一个 什么叫勉强算 Live的ZVP还不强 然后什么 Bill 对啊 然后什么 Dark 还有最后一个 我想把他给Hang Hang为什么进得了四大天王吗 Hang或者是 那个 那个 Zeraj 这两个人有点勉强 不不不不 这两个人我跟你说你 你要这么想 他们两个其实 打的我觉得还是 真的很猛 那是猛呀 但是我觉得有点勉强 近四大天王 你要说勉强吗 你告诉我第四个是谁吗 我也 没有呀 你妈的为什么不能SHE吗 为什么要四大天王吗 妈就跟以前 以前星际他妈的一定要凭五虎将 凭什么要五虎将吗 六六非要说是五虎将 他妈他就 好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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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于 人于T三巨头 对啊 在后面一群什么五散人这种是吧 对啊 为什么一定要凭四个吗 为什么不能冥界三巨头吗 为什么一定要四大天王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就像以前 以前那个 以前星际一的时候 六六非要说中国星际有 五虎将 我说妈的中国星际只有四大天王 Super9要PJ罗贤 然后他妈的有五虎将 还有一个是我 哈哈哈 强行挤入第一行列好不好 哎 这边 Q这边的死神 他在等 他等你压 对 等你出门 那我再来到你家里面找 就是看 感觉 他一看到 农民一进来看到你的开局 啊 好 基本上 但是 我怎么说呢 这个我怎么说呢 惊艳吗 没有 他上去侦查 他是上去侦查啊 但是 啊 还是 好了好了 这 这至少死两个农民 这 哎 你相信我 哎 他太不坚强 太不坚持了 妈的下去 一个 说不定一个农民没杀到 然后死了 他如果坚持 妈的 这还真没杀到 哎呀 我的娘 这种都能吃掉 我招不住了 招不住了 完全招不住了 这个 我就问你 怕你猛不猛 猛猛猛 正猛 好 这边 追的压过来 其实你看 Cure的 这个细节就很好 他 在第一个死争死了之后啊 然后 马上派个农民去侦查 对 他这个侦查是不停的 对 这个农民侦查 可能就会对整场比赛 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对 而且他这个空头 他是必须要知道 你的开局之后 他投下去啊 才比较轻松一点 不能盲目的投 怕你又这种打法 三兵营 但这个应该 应该算是一个假闪嘛 但我觉得他 假闪假闪 还会压一下 现在韩国的这种假闪 假闪归假闪 但是还是会压 就是你偷你就死 说白了就是 你偷你就死 我有种 我有种 我有个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感觉Cure 要被一波打死了呀 Cure可能 这张地图 真的有点语 他现在要空头 他要抢节奏 到底是谁 我感觉Cure先出手 因为闪烁并好不了 他投下去的时候 闪烁好不了 看帕丁怎么处理 这个局面吧 帕丁的话 他比较已经 投过去的话 鱼压差不多好了 稍微拖下农民 其实问题不大 他二狂本来就没什么农民 帕丁要强行往前压一波先 他肯定要压一波呀 对 就算没闪烁 哦 这个地宝退了 地宝没了 Cure直接放弃了 看你的兵在这里 就看他空头了 看空头 一个 一颗雷 哎 帕丁有反应哦 他肯定所有注意力 在正面 一颗雷炸了 看第二颗雷 帕丁有反应的 拖农民了 这个时候 没用了呀 这个雷就没有用了呀 嗯 OB都已经出来了 好 上个供 正面压没了 但是Cure其实防守防的也不错啊 Cure好像没停 哦 继续在投 这个九死一生 有点狠 帕丁好像知道运输机出去了 看到了 他终于看到了呀 但看到我觉得你未必能截得到 呀 帕丁 哦 他那个叮当 没有去搞 上面那个 二黄这边又炸了两个东西 一共炸了三个东西 也没炸到什么东西呀 好 第二 等 等大挖胎没 大挖胎可能快没了 这个绝对是九死一生的一次空投啊 嗯 这个 这个 在这种局面下 其实 很多人都不敢去投 对 特殊就敢 他就要抢节奏 他必须抢 好的 哎呀 反应 好 拉开 漂亮 好的 他这样什么都没投到啊 下面你杀了五个农民了 好 还要投 他还要投 他必须投 他这个时候如果不投停下脚步的话 整整康 整康比赛 他就 他出不了门了 趴平 这什么情况 他知道对方还要投吗 他在 他可能是想去 截 刚才回来那个运输机 有可能 好 这边第三个运输机出去 刚好被看到 但截不到了呀 没关系 那我有预警就好了 你投下去 只要我稍微有预警就好了 就看趴平的反应呢 哎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 嗯 好 Q2两个运输机出来 要正面出去了 要开 要出去先把矿开起来再说了 下面你趴平这边没有 没有那个呀 没有 他没有大包台了呀 嗯 好 又投 哎 这个真的是九死一生啊 他没办法呀 他现在必须投啊 这个地方 但是你不觉得他很坚决吗 是的呀 这个时候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了 怎么都要投下去了 真的有点坚决 人生就是这样呀 走上不归路了 PADING这边已经在截了 在下面截 他是点两下跳上来 我估计是 他可以跳 但是对手加速跑了 哎呀 PADING 反应 他是正面 他正面在家 完了 家里面开花 哦 拉开了拉开了 哦 还好 正面 这边被托农民守住了 应该守住了 第二层运速器也来了 守住了 来了来了 第二层运速器 守住了 我觉得这波PADING 感觉亏了呀 而且PADING 可能没想到 对方会继续的投 还没有大包台 马上就有大包 哎哎哎 Q2也反应不过来了 Q2也反应不过来了 这个冰 其实如果投下去了 这不得了 配合两颗雷 这颗雷不会炸了吧 哎呀 还好还好还好 但正面被吃了呀 PADING两个人 多线其实都有点问题了 现在 就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其实Q2通过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不停的空谈 把节奏给抢回来了 现在 对 PADING现在还要继续压 又到家里面 走起 这要Q2可能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个波绝对没想到 他没想到 对方还会压 这两个运输机有点危险哦 又被点一个运输机 走 PADING闪烁 现在PADING这波 追的也就在拖延时间 对 因为对手有 那么多光头的情况下 你是 你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好 好 这个要前压了 因为没视野了 前压 我觉得也压 压不太动 PADING这波 他必须压了吧 这波不压怎么打呀 你要再去波兵啊 PADING还要压他 他要偷妹子 PADING可能想 吃恶种他的要压 不不 PADING要消耗 他要让你不敢压出来 其实 对 这样的 这样PADING先压的话 可能Q2可能就不敢压了 没有没有 Q2的意识非常好 他知道在这个局势上面 他要压 好 再点一个 PADING感觉这波 好 操作好 我们看他跳完之后 他的追的基本上都是红血的 好 先解决这根水晶 Q2也是觉得有些问题 解决了自己的激励才飞得出来 你过 你回家 我马上就过来前压 这段距离 我又可以各种占便宜 他主要有这个自信 他把这个追猎 当星期一的有点像龙骑来用 反正我觉得 龙骑灵活多了好吗 龙骑就是个弱智兵种 哈哈 他其实就在前面这样压着嘛 反正有问题我就跳嘛 但是这个Q2给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这盘其实我觉得Q2如果说现在能够把兵营先补起来 然后稳住的话 其实这盘Q2是有优势的现在这个局势 冰营其实已经补到五个了 对 现在这波这波这波兵 Q2在门口外面这波兵 他不能够回家 他一定要给你各种压力让你去防守 就是至少让你parting不能轻轻松松出来把三基地开了 这个是肯定不能开的 你开不了三基地我再跟你慢慢打 我甚至觉得parting都不打算开三基地了 你这波兵一定要各种的去绕 然后绕的同时然后给parting压力 让parting不能够去打你家 你家里面的三网才能看飞得出来 然后开得起来 好 九死一生 我甚至如果坏的是我现在是Q的话 我这波九死一生我就在你家里面 我就挂着你屁股后面就好了呀 我也不投下来 因为我知道你肯定能守得住 对啊 我相信你 就这样的 我在路口 反正我就放着兵 你出门我就投你家 对吧 现在parting好像也是知道外面有兵的 他也不走 在走意是肯定有的呀 这个时候对于parting来 他就他现在也没办法 你这样拖着对吧 对他来说一点罢都没有 好 看了 好像Q要多线了 要多线了 你看两线 下面还有两传兵 两线了 但我觉得这个两线不一定能守得住哦 这个主要是外面还有一波追猎 好 他里面第一波 现在parting回救 回救家里面就两线了 好 两线来了 好 先点 先点这些差 走了 下面再来一线 parting这个追猎马上回救啊 赶紧回救啊 这个非常好系统 哎呀 这个思路太清楚了 偷一波追猎就走 可以的呀 这波还有一串 转 转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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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parting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他现在又出不了门了 对 这种时间点就是对一个人组选手的协同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你要算 你要会算 你要会算对手回来的防守的兵啊 在哪个位置 对 帕听现在不管了 好像 好像帕听一波的话QR就要换家了 我看这个样子是要直接直接换家了 你看他所有兵都出来了 换家其实是对的这个时候 对 换家就立于不败之地啊 我把你打光了 然后打光了 然后我把东西一飞 宝盒流啊 当年POT就靠这招一直宝盒的 哼 看这边啊 这些兵强行投啊 这里投 有点伤啊 啊 一传里 啊 这个地方有点伤 有点伤 有点伤 但是还好 还投下来 但是还可以 还可以 换家了换家了 换家了 至少打平了 鸡鸡 帕听直接不打了 哼 至少打平这个局面 算干脆 也算干脆 对 一比 思路太清楚了 这场比赛 诶 你说换一个那种其他的人途选择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 被压成那个样子 上来直接打飞掉了都能打回来 不 主要是 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空投 这个真的真的是普通选择做不出来的 他关键一直在投 没停过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韩国选手在处理很复杂的局面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能力啊 就是平时的练习量你就看得出来了 很多选手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或者说遇的很少 我估计Q2打这种局面也是打过很多盘的 他知道是怎么把节奏抢到自己手里 他们每天这种局面肯定会有 会专门练习啊 而且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手面啊 就很广的 并不是像中国职业选手很窄的 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战术 对 而且他可以约着练 选手也愿意跟你练 因为反正竞争那么大 也不在乎也不在乎你多一个人练少一个人练的 对不对 他们他们主要其实我还觉得他们主要有战队联赛 战队联赛是一切 对他们来说 他们要拿工资就是战队联赛呀 说白了对吧 个人联赛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好我们来到第三盘比赛 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来到第三盘 其实看完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们就感觉水平好高啊 这个题 虽然说没打出什么大场面 但是这种精湛的这种小操作小细节 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那个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局势的判断的这种方面 真的是真的是太猛了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应该看得很爽 因为我们会把这些细节告诉你们 对 好来看第三盘比赛 第三盘比赛是蓝色的神组选手 就是帕亭出生在了左下角的8点钟的位置 而左上角红色的人组选手 就是来自今夜战队的Q 是出生在了10点钟的位置 这次今夜战队 你想Chimp已经进了 已经进了4强了 然后如果Q能够进4强的话 再加上一个那个Savage 对吧 Savage在下半区 那这样的话 今夜战队 今年在功夫位上面可以说是大负轰收 你先不要懒 我说嘛 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才一比 你不要先把什么 Savage是不是进的机会很大吗 Savage是进的机会很大 他打Snoot机会真的有点大 不过有一点有点伤你知道什么 Savage马上后天要打GSL 所以他肯定有点伤 但是有一个好处 他GSL也打ZVZ 所以他练肯定也练了ZVZ 但是他又不想暴露自己摘鼠 这个很惨的呀 打那个谁啊 打那个 Snoot Snoot这种其实根本就不用怕的 是不用怕 他怕肯定不怕 就是很不爽嘛 他就很正规的像IE这种 蟒蟑螂流 做到什么都标准化 我觉得Snoot也打不过的呀 不好说 Snoot暴蟑螂也有点猛 再猛也猛不过IE好吧 IE已经算是 飞海里面最猛的一个暴蟑螂的人了 你你是没出去看过 你真没出去看过 IE暴蟑螂也就跟那个什么 ZL1差不多 说明ZL1细节还有点好 这盘PARTY是改变了战术 改变战术 反正我单兵赢然后开矿嘛 单兵赢开矿 第一点在裸霜情况 第一点看到的 四人图的话 Q2直接就裸霜了 这个思路其实也是对的 好 PARTY现在很犹豫 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Q2看到你这个基地下去 他现在笑都笑死了 对 开局已经转了 现在PARTY要各种防此神 这样的一个开局 其实Q2在前期在经济上 已经占了一些些许优势了 对 其实这种局面的话 可以说就是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什么开局啊 有点像虫族的裸霜打 慢狗开 就落后一点点 但是你说落后多少呢 也不至于啊 也不至于 反正打下 打肯定能打的 打是肯定的 就看 之后双方的一个怎么样硬表 对 其实这个开局主要主要是那个 主要是Q2现在 他的经济可以保证 他的机箱数量比 比正常情况下要厚一点 这个机箱 他去抓那个 抓农民 他抓农民 有这意识啊 他应该看到了刚才 第二个 如果这个机箱有机会抓到这个母舰核心 那这个就转翻了 这个有点难 他你跑了呀 他刚才母舰核心飞出去 想出去搞点事的 他看到机箱就知道 你本来就来抓母舰核心的 就懂了 家里面先来个 还是闪烁 不他 我觉得Party啊 基本上会选择闪烁 因为他的闪烁用的特别好 他真打的有点好 他的PVC全是那个 就是 哨兵闪烁 在机到的情况下 你都守不住 把这个路口站住 两个人就拼这种小细节啊 你看Party其实也不敢乱压这个Q 他也知道对方的这个操作也是很好的 我觉得Q好像有点了解Party啊 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肯定了解的呀 怎么可能不了解嘛 Party好歹接受也在打的 他们也在打函过去 两个人也有交手的机会的 又是要前压了 我觉得这个图就相对来说比上一个图还难跳的 只要守住中间那个口级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 对 Party其实这个前压也是就是 就是给你点压力的 但是这个图可以封口 对吧 对不对啊 Party VR也没放三个兵就直接压压看再说了 我倒觉得他如果出个少兵的话真可以封口 他挺浓民的什么意思嘛他要打一波了 三兵打一波 三兵打一波是什么打法吗 Party拉走红血的 好这边先给点压力 虽然说追猎并不多啊也只有九个但很有气势 继续在补农民的继续在补农民 Party压了一下好像感觉没什么太多机会 补农民慢慢补 好一把减速我先照一下 但是打不了只能点点 这打不进去啊Party这波 那不肯定打不进去的呀 那他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亏成马呢 他刚才肯定是想极限的就三兵一波 然后结果发现对手防得有点好 我Party还有操作 操作是个隐藏 哎呀呀呀这这这这这 悄悄的又点了七个农民 这个操作这一块真的是隐藏图形 哈哈哈隐藏属性 是隐藏属性啊你自己看嘛 是是是是是我我承认啊 Party到现在为止是死了一个农民 我就告诉你如果正常情况下 你是人族对我是神族啊 你这个局面你觉得你运出去 已经稳赢版了对不对吗 是啊 那就对了呀 对呀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妈这个神族就是弱智 跳了半天也没跳竞技 又没科技又没竞技的 出来干死他一会儿 Party期盘呢科技稍微慢了那么一点 但是无所谓因为他有他有操作 他可以依靠自己操作啊来各种的占 占便宜对这个有点像第一盘那种形式 好又过来又点几个农民两个走 12个农民一杀12个农民 这感觉非常好啊 死了一个追猎一个农民杀了一共杀了13个农民两个机枪 可以了呀 这这已经可以了呀 好 大家给你各种给你签 各种给你压 走 嗯 他不停的给压力啊 这个时候 你如果我你我给你压力的情况下 你的农民才会在这儿停的不动对吧 现在你没有运输机没有补给的话 我根本就不怕 但是QR这边做了一高人奶奶的 他要他要投地雷了 这个我觉得PATTY肯定想不到 对 这个其实是QR非常惯用的一个伎俩 你还记得他类似跟那个谁打呀 西瓜西瓜 对他跟西瓜打也是 西瓜前期跳飞龙跳得非常成功 QR直接就投地雷 把节奏一下就抢回来了 但PATTY这边我们看 防守是全部看到咯 防守心里有点好 全部都看到了 就看他正面还在给压力 背面我们看QR抢抢节奏 能不能抢过来 PATTY大波台开了 反应很快 拉走 这边会不会被炸 闪磕磕磕磕 没炸没炸 二矿 二矿 哎呀 就三个农民 在正面好像损失了一波追裂 QR这个东西打得很好啊 直接正面压出来了 PATTY这边双线操作 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有点压力 对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们来看损失了六个追裂 那QR要赢 QR压出来了 PATTY这个时候有几个 PATTY有点 巨像能出来 但是 有点虚 还是有点虚 主要还是开局上面来说 PATTY亏成马的 他三变赢这波 什么都没压到 哎不不不 压到了好吗 压了那么多浓米 不是我说刚开始 第一波没压到什么东西吗 他本来肯定是想的 第一波就打穿 好了 现在对QR来说啊 其实就挺好打了 但是这个图有个特点 就这个图 路口特别大 然后特别好包操 对QR刚才这个抢节奏 相当精彩啊 现在QR只恨自己 不是马入啊 要是马入估计就直接散开 就干了 这波兵还干不了 不是马入这后面 你看到后面这四传兵 肯定是合在一起 直接干了呀 对这个也是 对吧 马入肯定是勾你过来 然后直接散开就干 你一个巨伤他根本不怕的 又来了 这个叮当又看到了 这个叮当太关键了 好点掉一个 这边还要点个妹子 不管了 先把妹子点了再说 大包台开了 没问题 防住了防住了 损失还是有 损失有损失有 但这波损失 完全可以接受啊 可以可以可以 防住了两传兵的 怕你反压了 节奏非常快啊 这波反压可能 可能要打死啊 这样 因为Q外面的兵 不足以把他的家里边 断掉 Q现在又想换家 感觉换不下来 在节奏在他手上 对 这我们看到韩国的神主 在被压的同时 知道什么时候 反击一拳 就有可能把你打死 人主还是人主 都知道 都知道抢节奏 好了又来了 空头又被看到了 帕丁又在这边结 他只要结住就没事 正面已经打穿了 Q正面肯定防不住了 家里面我们来看 又打点掉 再点妹子 什么都不管 只点妹子 大炮台 我们来看有没有 还有三秒 两秒 一秒 大炮台开启 大炮台开了 他正面 他手正面还是手背面 看他手正面背面 大哥开啊 他在想吗 在想开哪面吗 他想他想 他要把你兵又挡过来 才会开 因为家里面已经不用管了 他在想开哪面可以守住 家里面我觉得 守住了守住了 还是有点多的 Q这波怎么挡啊 两个巨像还有立场呢 把兵全部飞起来 如果兵不飞起来的话 会被扫成马 有立场的呀 飞起来 对的 他教你立场了呀 这个 哎 这没有办法 这是最好 最后一个机会了呀 他会教你怎么放立场的呀 你不要考验 parting这种立场的呀 没意思呀 对吧 parting 包 你想重组四面八方过来 他平地都会放立场的人 你这种 这种部队过来 他肯定也能放的呀 都已经打得很铁血 他还是打不过呀 这个正面 兵实在是多太 主要是有两个巨像 这两个巨像太烦了 没办法了 这里 这里已经要被秀立场秀死 Q最后的希望 没用的呀 这种 这种 跟他放刺蛇有什么区别吗 叽叽 哎呀 这个看起来好像要崩盘的节奏 又是 反手一拳 直接打翻Q二 比赛是瞬息万变的 对 二比一 还在劣势中 后一秒就直接 把对方打穿了 对 这反打打得太好了 这种大局判断 真的学不来的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处理这种局面 处理太多了 下一场是瓦尼研究战 是瓦尼吗 不是 是那个 下一场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仙人掌峡谷 我怕你话说我怕你那个 那个 那个OB停的位置真的是好 救命的 救命的几次 每一次都看到了 看到对手的空头啊 对 这个绝对是救命的 救命的 我真觉得如果没有这OB的话 你就算你是趴提 你就算趴提加一 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反 那么快的反应 对 好 我们来看下一场啊 下一场 爬挺好像很急的样子 哼 他今天主要是火气有点大 我跟你说 嗯 对 他今天接受输了 火气绝对大的 好 我们进入到下一场比赛啊 哎呀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趴提的立场啊 你就不要想好吗 我学会了打 你就跟打儿子一样 哈哈 你学会了趴提的立场 我就学会了 马路的这扇枪兵好吗 你不要再说了 也就是我们两个 一下就会打出顶级的比赛呢 这不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这是职业选招要去做的事情 这是什么 麦克尔赛的 基睦只能要去做的事情 哎呀 我们要有点追求呀 对不对 有追求的呀 我们也要有这种 趴提立场的这种追求呀 我这个追求太高了 你就等于说你 你想说 妈我还没学会走路 我现在就要跑一百米这种 哈哈哈哈 跑得比刘翔还快 怎么可能嘛 哎一百米 想的是 刘翔你太低估他们了 我想的是 我要跟博尔特一较高效嘛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 这张第四张比赛的地图 来到了仙人掌峡谷 出生在地图上方 十一种方向呢 是蓝色的神仲选手 这应该是绿色神仲选手 绿色神仲选手 来自于台湾闪电狼战队的party 这蓝色吧 怎么怎么会是绿色呀 你是不是色盲呀 是吗 你好像是色盲 妈的你是不是色盲 你先说清楚 毛毛毛 看错了 那你告诉我 金翼儿那个标是什么颜色的 金翼儿战队那个标志 是什么颜色的 没有标志嘛 我这边看不到标志 你看不到标志 我没有那个呀 你再说一个对不对 那我那我一会再考你 那水晶是什么颜色的 水晶水晶肯定是蓝色的呀 耶 那水晶的颜色跟party那个颜色不是一样的吗 哎呀水晶更加蓝一点 party有点蓝中 蓝的当中有点淡淡的绿 妈你是色弱 我已经看出来了 毛毛 你 你绝对是色弱 孙一峰 你绝对是色弱 你不要不承认 你妈的虽然你不是瞎子 但是你绝对是色弱 我告诉你 你在这里面能看出绿色 你绝对是色弱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这个 我们来看比赛 你看到没有 party这个要狗了呀 party 要狗了要狗了要狗了 狗什么吗 别人太怒好不好 别人太怒好不好 又是一个裸霜 是不是被我看透了你的弱点 原来你是色弱 不是好吗 你看我 你看我有没有调那种色弱那种模式吗 没有的呀 谁知道呢 你打游戏 哎呦我打那么多盘心战 你看过我 那是色弱模式好吗 你又不是色弱 你是色弱 还好了我不跟你扯这个东西了 妈 我们看比赛 party还是很稳健的 单兵营单器 BY那要开矿了 嗯 他说什么 十农民 八魔人 一个都没死 他有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难道是刚才硬那排吗 不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在讨论那场比赛 趴点这盘 反正圆点嘛 我就选择一个比较稳的 先把框开了 Q2也是先把框开了 两个人都 打中间再说 这盘其实我觉得 Q2啊 其实 他对于party来说 他party每盘都是选择的是 布林克全压 对吧 嗯 就不会变战术的 那对 如果说 每盘都被party 对象可能party要变战术的 我感觉他要 也VS的呀 有可能 好像有点像 有可能 有点像 看说VC还是VS VS VC他点家务就好了吗 他为什么点那么外面吗 小帅一下 这一盘 这个VS 但是Q2好像 这个位置能不能找到 这位置有点飘 真的不容易找到 我我是觉得Q2虽然说 他是他觉得 他一定会选择 这个VC啊 但是他整个的一个 一个应对应该会很好 而且他在第一时间 也没有看到VC 可能他会有点怀疑 而且农民又绕出去了 对 这个农民绕 关键是这个VS肯定看不到 我们看几率性的 六分 哎 他Q2已经盲目的认为 party是一个 布林克潜压的 他已经科技挂件中生起来了 什么叫科技挂件生起来了吗 哎 这个农民的科技挂件呀 他已经在出光头了 不是啊 这正常的呀 这个 只是看到有没有 纪律性防一波嘛 六个机枪站家里 的话 我觉得 好像没有哦 没有 太近 六分半钟没进 哎 哎 哎 你妈的 这这这纪律性 六分半钟 刚刚好 你感谢 六分半钟 哥先回来啊 反正我什么都不管 我先防一波 刚刚好 他们第一是太好了 我受不了了 服不服 我就问你 服不服大家 但是那又怎么样 还是要死点农民的呀 不管怎么 如果 如果没这个意思呢 没这个意思就直接死了呀 这服不服大家 有点服有点服 这个 这个真的 这个其实就是 职业选手的一个纪律性 他知道这个时间 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必须去做 不过他整个的流程啊 都是防 Blink的 一波了 VS之后 直接转六兵一波 你看到没 他整个整个的流程 都是防那个的 防 Blink Blink来压制的 他首先第一防 就是防 Blink 因为他知道 帕听的这个 Blink的这个 威力非常的大 然后第二防 他这个就时间点 卡好六分半钟 我直接先回家走一下 你不来的话 那你就不是那个VS了 就反正我 我把失误做到最低 然后但是他能不能想到 帕听一波 这个是个关键 帕听直接虚空带 六兵赢一波了 八兵赢一波 我觉得 我觉得这波 有点难防 有点难防 估计想不到 估计想不到 除非有一把神雷达 但我不相信呢 这波 这把雷达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有这样 我不相信 这波他判断的出来 他现在肯定要 各种的去 我绝不相信 我绝不相信 他这很坏 他的先在 各种在那边搞 好 两虚空 三虚空 这波兵有点多啊 现在看到都没用了 好了 出去 你出 还前压 好了好了好了 Q2已经被骗成马了 还前压 好好好 全倒全倒 好 直接吃一波光头 一针扎走 死了五个光头 他就不会让你走的呀 现在拖所有农民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兵下来 看第一时间产地雷 看还有没有 但没用啊 三个虚空点 那个地宝一下就点掉了 修不起来的 就只有 但是你还拼一枪呀 你不可能放弃的呀 对 看Q2怎么守了 而且有立场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修得起来 这两个 防空倒是真的 的确是 很有这个 纪律性啊 很有觉悟 两个防空先立了 就看这两颗雷 什么时候能出来 帕领还在用先知搞 肯定打了 这波肯定打 我觉得这种时间点 刚才其实可以再下一个 好了 来了 来了 立场一格 修得呀 修不起来了 三个虚空威力太大了 但是后面这两个防空 可能有点经典哦 这两个防空那边 这两个防空可能有点经典 我跟你说 一定有点不够 看两个地雷了 看两颗雷 这两个防空尽量的拖时间 两颗雷埋出来 我没有农民 再拉一下 这个防空没修起来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追隶了 地雷再埋一下 但还是打不过 打不过了 打不过了 这个已经是我觉得 Q2 在他看到的情况下 他已经是防到最好了 但是这五个光头 随时导致 他正面就打不过 我帕领 真的是一名战术 非常多变的选手 对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一波肯定同死 帕领这种就是什么 主要是他 钱压呀 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可以 想打一波就打一波 我想搞你 我想运营就运营 对吧 这样的话 帕领是以3比1的比方 是进入到4强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决赛肯定是PVZ了 帕领作为上届的冠军 也是现在进入到4强 他在4强当中 要面对的就是Chap 谁赢谁将进入到决赛 对吧 这3比1 也是最近他PVT太强势的原因 我们来抽奖 抽奖 今天最后一个抽奖 抽个奖 打得非常的精彩 非常精彩 虽然没有打出什么 这种 气质很足的这种 大后期 但是 神场比赛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很多韩国选手的一些细节 就是我们看到功底 彰显功底 就内力 我们看到韩国选手的那些内力 中文字幕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